我第一次被這位外星機械人綁架來這裡 我是有點緊張 有點害怕 但是呢 亦都是有點興奮的 因為這位外星的機械人其實是很可愛 所以我想他應該是沒什麼樂意 所以我現在心情都覺得有點開心 有點興奮 有時候可能上來採訪也不會 應該不會的 看他的樣子不像 不過我只是猜一下 可能會猜錯 介紹一下整件事 我叫陳碧芯 我在地球上的其中一點 香港這個地方生活 我也是從事音樂 我很小就開始學異戶這件樂器 我到現在還是用異戶這件樂器 來和我為一個本 我和他一起出生入死 我從六歲開始就學異戶 然後我一直沒有停過 我去到中學之後 我入了香港演藝學院 還有香港中文大學 那裏都是讀音樂 一直讀音樂 異戶直到現在都是經常性表演 還有教學生 但是這麼小的學會不會在中間有一個階段 會不會在中間有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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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在中間有興趣 其實我中間沒有興趣 去適合音樂 其實也是一個很開心 和一直學習的過程 所以我中間沒有覺得 有一個階段 最多是這樣,但沒有試過不喜歡這套樂器 好像減肥那樣,開始就很快準備,慢慢到那個階段就好像很進展 其實未去到毫無進展,但也試過有兩個位置令我有少少迷失了 第一個位置就是我讀中學,臨入香港演藝學院之前 我很想讀音樂,但我有一個人禁止我,不是禁止的 他就叫我不要啦,你不要讀音樂啦 那個就是我的異虎老師 所以那一刻你會覺得,那怎麼辦呢? 其實每個人都沒有所謂,但異虎老師叫你 你第二天不要用異虎來做你的行業,不要讀音樂 那一刻我就有少少想,怎麼算好呢? 是不是真的不要讀呢?讀回其他科呢? 到第二個位置,就是到我演藝學院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其實我去了中文大學讀音樂 但是也一直有做一些跟音樂相關的工作 但是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在想 我在演藝學院讀,然後我在中大讀 其實我是很喜歡音樂的 我在演藝學院讀的是一個演奏的學士學位 我想一下,那時候我去讀這個學位 因為我很喜歡拉二戶,很喜歡表演 但是為什麼我畢業之後 我最多的時間是用來教學生的呢? 我不是不喜歡教學生,我也喜歡 但是如果真的花了所有精神去教學生 沒有了我表演的事業,我也覺得是有點可惜 到了那個時候,我那時候就想 我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讀這個學位來做什麼呢? 其中是這兩個時間,是那時候對音樂上面 這一點是有點迷失 但是後來我也是找得回 我可以開始發展我的演出事業 我就很堅定知道我現在想做什麼 我調查人類的資料 你好像也要跟一些被提及的歌手合作的警戒 是否真的想多些宣傳自己的音樂 其實這件事是倒轉的 可能是他們開始覺得需要 中國樂器這個聲音放在他們的音樂裡面 其實很有趣的,這是一個過程 在香港的流行曲 以我知道的歷史 很早期,很多香港的流行曲 是加入一些中國樂器的元素 而且他們的歌曲都是很中式的 但是到了中間有一段時間 那期是很流行用結他彈一些福桑 然後改編一些英文歌 例如Beatles 加一些中文歌詞 變成了中文流行曲 但是到了現在 反而喜歡用一些中國樂器的聲音 放在一些流行曲 這些樂曲有些是有些中國風 但是有些甚至乎沒有中國風的 他們都是很想嘗試用中國樂器的聲音 放進去 看看會有些什麼火花出來 其實是很開心的 不會有開心 可以跟很多不同的歌手合作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在這一個新的 現在這個社會 什麼都有的音樂 還有香港是一個中西 什麼文化都有的平台 在這些音樂裏 加一些不同的元素 其實都是很特別 而且是真的好聽 就是大家會喜歡 這次的樂比 大音樂演奏會 亦都是跟這個人類的 或者口頭王子合作 就是為何玩構思 和誰提出 其實我會1月5日 在元朗劇院 跟一位吹口琴的 很厲害的這位演奏家 其實他年紀輕輕 但是他19歲的時候 已經拿了一個世界冠軍 他叫CY Leo 其實我去年跟他開始合作 然後今年3月 我們是去了泰國做過一個演出 就是做Cost Over的 就是帶香港的特色 去到不同的地方 香港的特色 就是中西文化交合 我就用我的二壺音樂 以及他用他的口琴 來做一些合作 那次的音樂會 我們接下來1月 就會帶回來香港 其實這個音樂會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他口琴 他本身自己會吹 Jazz 或者Rock 什麼都有 我會用二壺來演奏一些很中式 但是 有些又加了一些中國風 但是又不是完全傳統形式 這樣出現的音樂 所以這個組合本身 二壺加口琴 都是很特別的 再加上我們會想很多不同的樂曲 類型 所以其實我想大家聽到都會覺得是耳目一新的 但是耳目的音 以我這支機器人聽 好像很搶 搶了他 他也有些聲音 其實不合不合 他會覺得 聽不聽他 就是 其實說真的 都真的要看看哪種樂器 因為的確不是每種樂器都合得到 不過如果通常編曲做得好的話 又會比較好 又要視乎編曲 又要視乎樂器 但是譬如我和口琴 其實這兩種樂器是合的 因為每個音是很長的 是否很長呢 不一定的 但是每個音都很長 但是口琴可以吹一些短 或者吹一些和音的東西 其實都很適合 總之兩種 這兩種好像不是很關係的樂器 配合出來 其實又很有味道 因為口琴本身這件樂器 吹一些很有感覺的音樂 其實都很適合 我是一個人的樂器 在來臨 很容易 在這間的音樂 我們還是一個音樂 稍後 親自思維 在這間的音樂